大家好,欢迎来到Dr.Fish频道 几乎每一年都可以在暴潮上看到海上有大量的鱼死亡 难道这要发生什么严重的灾难的吗 从上个世纪至今,沿海地区都非常普遍的使用网向养殖 主要可以利用自然的水源进行养殖鱼类 并且非常方便的获得鱼出进行释养 但是在近十年,沿海地区的网向养殖是越来越难养 成功率也逐渐下滑 导致有部分人群放弃了沿海网向养殖的方式 其中的缘由主要离不开地方性的生态失衡 水质指标变化和天灾的问题 今天主要讲的课题是结合了生态失衡 水质指标变化和自然灾害问题所造成的灾害 那就是红潮 红潮也可以称之为赤草 红潮虽然自古旧有 但随着城市及工业发展排出大量的废水 农业和海水养殖的增加 导致水体污染严重的问题致意增加 红潮的频率也因此增多 红潮不止给海洋环境 海洋雨月和海水养殖业造成严重的危害之外 而对人类的健康甚至有生命的危害 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引起海洋变异 局部性的中断海洋食物链 使到该海域成为一度的死海 第二,有些红潮生物则会分泌毒素 如果毒素被一些海产生物摄入 人类在使用这些海产生物 则会中毒甚至于死亡 红潮的发生是因为水体的某一些浮游植物 原生动物或者是细菌 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 突发性的大量繁殖和聚集 引起一大片海域的水质变成铁锈红色 所以顾名思义称之为红潮 但有时候红潮的颜色也会是黄色 褐色等等的颜色 引起红潮的内在原因是 海域水体负营养化 而在外在的原因是适宜的水温和 气候条件等所引起的 据专家们指出 近年沿海海域污染严重 每年全世界有数以万吨的雾水 排入海内 和海水养殖业的网象养殖中的饲料铲 产与和鱼类分辨沉积入水体当中所引发的 这些污染沉积物质含有丰富的蛋和磷 导致海水不营养化极易引发红潮 红潮的海水都有臭味 所以也被渔夫们称为臭水 它主要会使到水体的px值升高 水体变得粘稠 而且浮有生物会导致鱼鳃堵塞 引起机械性障碍 而且它们死后在分解中 会迅速耗用水中的大量氧气 导致水中的氧气不足 而导致鱼和虾呼吸困难而死亡 而且在红潮衰败过程中 还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 例如硫化氢和毒素 严重污染海洋环境 甚至也导致海洋动物大量的死亡 有些红潮生物体内含有鱼毒或者被毒 虽然鱼类和被类吃了它们之后 没有任何的伤害 但它会沉寂在鱼和被类的身上 使到使用这些鱼类或被类的人 也发生中毒的现象 目前已经知道的红潮生物毒素 有麻痹性被毒 所以我们不可以吃在红潮区域所捕捞上来的鱼产品 以免发生悲剧 预防红潮的最根本方法是 管理好水质 必须严格的控制好水体的污染物质含量 在养殖海域 必须密切关注对水质的监控 一旦发现有红潮袭击或者是发生的苗头 就得减少投胃量使养殖水产品减少活动量 同时撒泼连土也可以使用重铁源 硫酸酮等来减少或杀灭一定数量的红潮生物 如果已经发生红潮 则应该迅速将往上转移到安全的水域 或者是使用薄膜阻隔红潮水体进入 好这一节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可以为我的视频点赞转发以及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以获得最新的视频发布通知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